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韩若宜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新闻要点 纽约袭击亚裔妇女男子被捕 藏有侍母前科 纽约警察据说 警方已逮捕了一名 涉嫌袭击亚裔老年妇女的男子 他犯有重伤害与仇恨罪 在犯此案之前 该女男子在2002年 已历任刺伤其母亲 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于2019年被释放出狱 目前正在假释中 而案发时大楼内 两名视若无睹的管理员 已经被停注调查 研究显示 辉瑞疫苗对12至15岁青少年 百分百有效 CNBC报道 辉瑞疫苗在一项 针对12至15岁青少年的研究 显示具有百分百的效果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 阿尔伯特·布尔拉表示 该公司将尽快将新数据 提交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和其他监管机构 希望为中学生 在今年秋天开学前施打疫苗 川普45Office新官网开张 885字狂吹政绩 美国前总统川普 被社群媒体封杀后 终于有新发生舞台 近日 个人官方网站开张 885字细数任内 各项重大政绩 但文章只字未提 川普成为美国史上 首度两位面临国会谈和审判的总统 也未提及他是首位遭推特 脸书等社群媒体封杀的主要国家元首 美官员今年将有超过百万移民抵达美墨边界 美国边境官员今天表示 今年预期会有超过100万移民 抵达美墨边界 总统拜登面临西南边界的人道挑战将更高 如果移民人数来到百万 就和2019年川普总统任内入境人数 节节高升的情况类似 当时有将近97万8千移民遭到扣留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